2024新北灯会在3月3号圆满落幕 为落实永续环保的政策目标 每年都会鼓励地方任养灯组 五谷德英里长洪世新与公所合作 积极向市府争取任养花灯 设置在德英公园内 并在3月29号晚上7点举办点灯启用仪式 很高兴 这一次新北灯会这个展览完之后 它主灯旁边的四大神兽 那由我们这个礼长 德英里礼长来争取 然后刚好放在这个我们德英公园这里 3月29号下午6点半来那个我们这里 有那个启动典礼这样子 也欢迎大家来同乐这样 这次也要感谢说我们五谷大家长 南区长还有我们的民政客客长 游客长来帮我们争取 这次任养展出的花灯相当强烟 有凤凰天马九尾湖金鱼等 四姿奇珍神兽 并搭配高山云海造景七十磅礴 有如进入山海军神话先进班 这四大神兽是天马 还有九尾湖鲤凤凰跟昆森 昆森就是我们金鱼啊 那这四大神兽刚好在这个公园 刚好非常适合 那这个装置好之后 我们找个时间做个起用典礼 然后让民众大家一起来参临 来感受这种灯会之门 点灯起用仪式 现场准备了精彩表演 及中式点心工 现场里面享用 想要一督美丽花灯景象的 乡亲朋友 欢迎3月29号一同前来共享盛举 记者胡宇轩五谷采访报导 继续